爸 妈 我出去一下 去哪儿啊 好您让我陪她去趟医院 看看华妹的情况 华妹这两天怎么样啊 经过好您的开导 情绪已经稳定多了 佳妮 你说 你老让好您这么跟华妹接触 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 妈 能有什么问题啊 就算有什么问题 只要能为华妹好 我也心甘情愿 那我走了 你觉得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 这就要看他们自己了 毕竟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嘛 我发现你最近对佳妮是越来越不操心了 不是不操心 是他们长大了 知道自己的路该怎么走了 今天啊 佳妮跟我说 她不再追究谁是她的亲生父亲这个问题了 因为她觉得这没有多大意义 你是她的母亲 你爱她 知道这些就足够了 你看看 有这样的孩子 还要我们操心应该是吧 她 她 她真是这么说的 那 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她说得对啊 我赞成 好 好吧 我赞成 就是我 我赞成 你 我赞成 我赞成 都没有 对不起 我只是有一点心事 我遇上了一点麻烦 能跟我说什么 算了 我还是自己解决吧 信不过我 不是 我必须要在今天晚上 凑齐两万块钱 可是我还不知道这笔钱 要去哪儿找 一定要这么急吗 是 不然 我也不会 佳妮 你能告诉我 你要这两万块钱干什么用 你就别问了 反正我有急用 行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 只有你肯这么帮我 你能明白这一点就好啊 你能明白这一点就好啊 我遇上这个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只是 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张口说 为什么呀 你就别问了 我不是爱跟你说了吗 说明我还把你当成最可靠的朋友 是不是 成蒙看得起我呀 谢谢 行了 事情交给我来办 你开心点吧 而且胧炮 这么怎么办 她承援 我 80p 你 我当然要问问了 怎么 我连问的权利都没有啊 是 妈 我是真的有急用 我现在不方便跟您解释 我回头再告诉你行不行 对 下班了 那还有自动听管机啊 一定得明天吗 那行 那这样了嘛 我一会打给你好不好 好 好 就这样 这篇你看了吗 看了呀 我觉得写得挺真实的 是啊 这些啊都是人家的切身体会 我看了都很感动呢 所以才下下来供你参考啊 姐 我怎么都没见着你对我这么好 谢谢佳妮姐 把好您哥带到了我的身边 不然 我还真不知道自己 有没有勇气活下去 你别这么说 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孩子 你一定能像这些人一样 战胜病魔重塑人生的 佳妮 能出来一下吗 还是在这儿说吧 你问我的那个事情明天行吗 明天十点之前就可以 行 那我知道了 你看 她的注意力还是在你的身上 从进来到出去 她就没看过我一眼 那是因为我托她帮我办一点急事啊 你看 今天就是她约我来看你的呀 是吗 真的 华妹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要对自己的未来有信心 加油 佳妮 你还是出来一下吧 所以我把我给你发动 我可以得以后 你不想去拥有什么 我说 你不想去我 我说你自己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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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不懂 你也来教训我 我为什么不能教训你 杨华妹你好好想一想 你自己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不光给自己带来了痛苦 你给别人带来了多大的麻烦 你怎么就不知道检讨一下自己呢 我妈和你妈 每天没日没夜都为你操劳 我就没听你说过一个谢子 还有我姐 她为了让你有信心活下去 拉着好宁哥一起过来开导你 鼓励你 你呢 你反而吃她的醋 你觉得你这么做对吗 你说好宁哥不看你一眼 那我问你 你有看过我一眼吗 我打了一天的工 我一下班就往你这儿来跑 我一下班就往你这儿来跑 特地跟经理支了点钱 用自己赚的钱给你买了水果 给你送过来 你有过一丝感动吗 杨华妹 你是越来越不可爱 你只想着你自己 你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你说像你这么自私的人 你该不该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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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卫 我 杨卫 你别哭了啊 杨卫 我不是这个意思 杨卫 对呀 白山的不是这个意思 杨卫 别哭了啊 你们都走吧 我要休息 杨卫 她的话可能 夏琳 帮我把窗摇下来 我要睡了 我和她一起去 我跟她的一样 我和她的一样 我和她的一样 姐 白山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难道不知道 她是个病人吗 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刺激她 你那么做 对她病情的恢复 有任何一点好处 我告诉你 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 全让你给毁了 佳妮 我觉得白山说的并没有错 你老像哄孩子一样哄着他 对他又有什么好处 这样说一说他 让他反思一下 我认为这是有必要的 那好 我问你 如果一个人掉进井里了 你是站在井边数了他 让他吸取教训 还是想办法给他救上来 这是一回事吗 你们别吵了 我知道我刚才的话 是有点过分的 白山 我认为没什么过分的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身心两方面 都能得到康复的养花妹 佳妮 像你这种 用牺牲自己的爱情 来换回他健康的办法 这对他心里的治疗 没什么好处 我希望这一点 你能认真地考虑一下 我打了一天的工 我一下班就往你这儿来跑 特地跟金里支了点钱 用自己赚的钱给你买了水果 用自己赚的钱给你买了水果 给你送过来 我 你有过一丝感动吗 好 好 好 儿子啊 这个卡里面一共有两万块钱 密码是你的生日 这本来就是我们打算 给你结婚用的 拿去吧 那就更好了 我代表佳妮谢谢老爸老妈 你等会儿 这里面怎么会有佳妮的事啊 我要这两万块钱 本来就是准备给佳妮的 她说她有急用 郝贝东 你听见没有 儿子 她用这钱干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你听听 她什么都不知道 她居然那么轻易 把两万块钱给拿出去了 儿子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 妈 这里面没有什么 出息不出息的问题 她说有急用 就一定是有急用 她不想告诉我 我也就不问了 您要是舍不得这两万块钱 那我上单位借去 我相信凭我的信誉和人品 借两万块钱应该没有问题 给我站住 你急什么 你妈问你一句都不行啊 既然拿出来了 就给她吧 这钱 能弄在孩子们身上也行 拿去吧 下次不许这样啊 小老爸老妈 这是气死我了 你看看她这样子 这还没娶媳妇呢 就把我给顶上南墙了 你啊 你看看你啊 这钱也给了 话还说那么多 还把自己气得够呛 好了好了 来 消消气 坐坐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这叫不会做人哪 行了行了 你会做人 不行 我得给小六打个电话 我得问问她 她这女儿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 这要钱得跟她们要啊 怎么守身到咱们家来了 行了行了 你别多事了 这宁宁要知道 你给她们打电话 她又该不高兴了 钱找到了 找到了 但是在卡里 现在时间还早 咱们先去吃顿饭吧 吃完了再去取钱 不会无事吧 不 正好 你真有办法 你是找谁借的 而且 人家说明说 什么时候要还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 上车吧 不 正好 不 正好 不 正好 妈 我姐呢 刚吃两口 讨您来电话 把她也叫走了 那我爸呢 陈练还没回来呢 你先吃吧 嗯 对了妈 嗯 你知道我姐借钱干嘛用吗 借钱 跟谁借啊 好宁哥啊 昨天晚上我听见好宁哥给他妈妈打电话 说是 说是要取两万块钱 最后好像是没取成 估计他俩现在上银行取钱去了吧 有这事啊 是啊 我亲耳听到的 妈 您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哎 你汪阿姨不是没回来吗 听昨天好宁哥打电话说好像是回来了 要不然你打电话问问去吧 嗯 我是得问问 姐这么大事瞒着我 哎妈 姐可能不是诚心瞒着您的啊 好 卫东啊 我是柳如烟 哎 你好 嗯 汪敏回来了吗 回来了回来了 对 啊 那让他跟你说 哎 小柳 要跟你说话 哎呦还真是不能提 说谁谁的 喂 小柳啊 嗯 是啊 我刚回来 我跟你说啊 真的得出去好好走走 外面可好玩了 行啊 那咱们见个面吧 什么时候你定 什么 现在啊 你要过来 行 那我们在家等你啊 他说他现在就过来 这小柳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说来就来 我估摸着啊 他还是有事啊 嗯 我也这么认为 你瞧咱们这邻居搭的 都快三十年了 这麻烦就没断过 他来了正好 我一直就想问问他 这嘉妮到底是个什么来路 这以后要是给咱家当儿媳妇 来路不明可不成的 你是十点才上班啊 对啊 那你能不能帮妈办件事啊 你说 你啊想办法找到你姐 然后呢悄悄地跟着她 看她拿着钱 去了哪儿见了什么人 然后打电话给妈 我再好数价 妈 你不用这样 你直接打电话问我姐不就行了吗 你姐要是想让我知道 还用绕这么大圈子找好您借钱啊 嗯 行吧 我先问问他在哪儿 嗯 哟 你回来了 啊啊啊 早饭在桌上呢 我出去一趟啊 你去哪儿啊 我去汪敏家找他聊聊天 哪儿有大清早上人家聊天去的 哎 你给我管了 爸 回来了 嗯 我也出去一趟 你不是十点才上班呢吗 我有任务 人家都挺忙的 白山打电话过来说什么呀 他什么也没说 就问我在哪儿 我跟他说在银行 他还问我在哪个银行 不知道他找我有什么事 哎 你跟我说实话 你这钱是从哪儿借的 这钱是我妈给我的 她跟我说是准备给我结婚用的 那我知道了 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不还好不好 哎 我跟你说啊 到十点 那丫头要是还没动静的话 你就去找她 跟她说 再给她最后三天时间 过了这三天 就非把她留人案搞臭不可 你就会这个 你能换点别的花样吗 啊 你要是真把那家女搞极了 她不理你了 我看你还有什么咒呢 你放心 她不可能不理的 她对她妈 还是很有感情的 这可不像你 无情无义 无情无义 我要是无情无义 我能跟着你干这种下三烂的事 啊 拿自己老婆的隐私 炸自己女儿的钱财 呦 这么说啊 还是我把你给拉下水的 可你也不想想 什么孩子老婆的 现在还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儿可不一样 等涛涛你上了重点高中 我立刻就跟你去办结婚登记手续 对对对 到时候 咱们用那十万块钱 把这房子好好的装修一下 还装修什么呀 省下这些钱呢 还得跟她上学呢 那你的意思就是 我把铺盖条忘了一般就成了 就你那破坏卷 你还就放到宿舍吧 涛涛要是回家来 你还得住宿舍去 你 你什么意思你 闹了半天你儿子还是第一 我还得让着他 他毕竟不是你亲生的 我怎么着也得顾及一下他感受吧 你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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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大老子在那放屁呢 开窗户 说谁呢 老子一大早 赶来就为了你 你还敢骂老子 不是我说你 一大早就满嘴粗话 儿子说一两句不应该呀 什么东西 你又要抽 又要抽 干吗去啊 一大早就把这乌鲁门熏得是乌烟瘴气 要抽去去去 把他让他抽去 去去去 他怎么还在这儿啊 儿子 你万叔叔 是为解决你的学费专门来的 咱们俩俩以后的生活 还都得靠他呢 以后你跟他说话 客气点 走吧 哎 江妮 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你先等我一下 我打个电话 行 把东西给你 那我回车里等你吧 好 老爸老爸 快 电话来了 喂 江妮啊 我是我是 你说 你要我办的事我已经办好了 我们在哪儿见面我好把东西给你 办妥了是吧 那这样 你直接把钱送到何阿姨这儿来 我告诉你她地址啊 昌茂花园 昌茂花园 十三号一单元 十三号楼一单元 二零二房 好 来一会儿练 怎么样 办妥了 办妥了 你儿子的学费有着落了 真的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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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姐她们刚取了钱 打了个电话 开车走了 我正跟着她们呢 说是到什么昌茂花园 你知道谁住在那儿吗 行 那我跟着她们 我到的地方再给你打电话 你接着说吧 说实在的 我也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 我还真的不相信 你会跟什么男人 做出这种事来 微动 我跟你说的事 你跟小柳说过吗 我 说了一点点 你说吧 其实 从你把佳妮抱回家 我就怀疑 这个孩子可能根本就不是你生的 是吗 对啊 我可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啊 这 这个事情只有魏东知道 他是不可能跟别人去乱讲的 你还记不记得 你还记不记得 当时你怀孕的时候 我好几次想给你检查 你都千方百计地回避我 而且 你从医院回来 你的体型一点都没有变 这都很不合常理的 所以我当时就怀疑 是不是 你到妇产科医院检查过 知道自己不能生育 然后 又让你妹妹帮的忙 抱了哪家不要的女孩回来 我还真的没有怀疑到万淑林身上 而且啊 我的这种怀疑 一直到你跟老白结婚 自己真正怀孕生下了白山以后 我就全部打消了 直到这次万淑林来找魏东 说出他不能生育的真相 我这才又回想起我当时的这个怀疑 我才确信 佳妮一定是你抱来的 你也知道 我们就年龄这么一个儿子 咱们不说要攀个高枝 找个明明闺秀啥的 起码不能让我们家儿子 找个来了不明的姑娘吧 你说 这都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但是我们家妮妮啊 她就是认死脸 她就是喜欢家 你别的女孩她谁都看不上 你看 这杨总的女儿 她自己跑到我们家来好几回 我们儿子连看她 都不看她一眼 我也是 实在是被逼得没有办法 我真的是咬着牙 让卫东承认她 她 我觉得这事也真是太荒唐了 挺忒不住你的 小柳 行了 过去的事情就不说了 想想以后吧 小柳 你真准备把佳妮的身世 告诉她 这当然要说了 这种事儿瞒不住的 而且 好像佳妮已经知道 万书林不是她亲爹了吧 她肯定要找你要一个爸爸的 到时候你总不能编一个出来吧 其实啊 要我说 你就跟她说 她是你抱来的 她是被她父母亲抛弃的 那又怎么了 这不丢人啊 小柳啊 你见过佳妮的亲生父母吗 她们人品怎么样 是出于什么原因 把佳妮给抛弃的 她们没抛弃她 她们都是非常好的人 这么说 你见过她父母亲 她们当初怎么说的 我知道糟了 我只要承认佳妮不是我生的 而是我抱来的 引来的肯定会是无数个疑问 而这些问题 我根本无法回答 我把我自己 逼进了一个难以转身的死胡同 我现在在昌茂花园 好 您哥把车停下来了 我姐她一个人进了 十三号楼一单元 妈 你知道开门的那个女的是谁吗 就是上回 从你手里拿了很多钱 那个女的 好 我知道了 你就在那门口等着 我马上就来 真是不好意思 我马上得走了 以后再跟你们解释吧 还有一个问题 宁宁是不是跟你们要钱了 是啊 原来你知道啊 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 我也是刚听说 那她有没有告诉你们 为什么要用钱啊 好像说是佳妮要等着钱急用 怎么 连你都不知道这钱要用在哪儿啊 你们放心吧 这钱我会让佳妮还回来的 再见啊 你觉得我刚才有什么话伤着她了吗 没有啊 对了吗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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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是不是就不用再找律师了 不吵了 问题都解决了 还找带玩干嘛 我知道 你不能原谅我妈吗 但是你想一想 是什么把她逼上这条路的 如果你能理解她一点 不把自己身体的缺陷迁怒一趟 我想她是不会这么做的 从这个角度上说 你一点都不值得同情 看起来您像是受害者 但事实上 我妈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自从你抛弃了她 她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 她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 我之所以筹钱给你 你是想安抚一下 这件事对你造成的伤害 再有 就是想追我最大的努力 报答她对我的养育之恩 我希望您 还有您 不要再纠缠这件事 不要再给我妈增加任何痛苦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 再追究下去 纠缠下去 还有什么意义吗 是 是 你说得都对 行了 这事你甭管 你妈那儿 也不会再有什么麻烦 我能相信你吗 当然可以 大丈夫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不是 八马难追 我向你保证 你妈妈那儿 不会再有麻烦了 那好 我替我妈谢谢你 翻 Roberts 不要再说 知名的还没发生 我替你打听 我替你打听你父亲的事了 不用了 一切到此为止 找你给涛她办手续吧 找明老师 记住了吗 记住了 那好 我还省事了呢 瞧瞧 咱这手腕怎么样 两万块钱 亲而易举就到手了 这钱太好赚了 我警告你 这是最后一次 以后 你要是再敢对柳如烟动什么歪脑筋 我都不敢 学会联强西域了 那你就跟柳如烟过去吧 让他再给你弄一个不明不白的孩子回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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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儿来的那么多钱啊 儿子 那些钱呀 是妈妈费尽心思 给你弄来的 这下 你的升学费就不用发潮了 等你长大了 可要孝敬妈妈呀 妈 你才来啊 我姐她们早就走了 刚才湾树林汽车也走了 何丽娜呢 她应该在吧 我没见她出来 妈 我来不及了 我得上班去了 那你快去吧 哦 妈 谁啊 回你屋去吧 稀客呀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你别动 这 这钱是我的 这 这钱是我的 是你的 谁给你的 你别动 是不是佳妮 跟你没关系 佳妮是我的女儿 怎么没关系啊 你要不要我打电话 叫她过来 咱们当面说清楚 是她给的 又怎么样 是她情愿给我的 我又没强迫她 她心甘情愿给你 你拿什么威胁的她 你不说是吧 我打电话 喂 我在路上呢 好的 我马上到 是杨总 她在医院 让我马上赶过去见他 好啊 我也想看看杨花妹 今天怎么样了 你坐好了 我前面掉个头 告诉你 也没什么不可以 你前夫要告你 说你 不明不白地弄出个孩子 这给他精神上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你女儿心疼你 所以拿了那些钱 凭了这些事 这全是愿打愿挨 你就甭操心了 胡说 上次我给了万树林 十万块钱 你写的保证 还在我手里呢 现在又来骗我女儿 你们还是人不是人啊 柳如烟 这不能怪别人哪 这要怪只能怪你自己 你心里要是没鬼 你就公开说呀 为什么到现在了 还不敢把这男人的名字 说出来 你女儿 为了让我帮她打听 她父亲是谁 还主动提出了 替我帮儿的转学 这女孩儿可真可怜 你少废话 把钱还给我 连上次那十万块钱 一块都还给我 怎么 你不在乎了 对 我不会再让你们讹诈我 我更不会让你们 讹诈我的女儿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今天就跟老白 跟佳妮 跟所有的人 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你爱跟谁说跟谁说起 反正跟我没关系 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地 威胁我 现在还威胁我的女儿 你们有完没完 你把钱还给我 吃到嘴里的肉 还想让老娘 把钱还给你吐出来 门都没有 要不然你就报警去 你 把钱还给我 你 你把钱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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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干什么 你 儿子 把他给我轰出去 滚 滚 快滚 你快滚 你快滚 你们会遭到报应的 好啊 我等着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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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滚出去